大家就是一直給我很多的支持 很感謝大家 當然大家都是很難過 然後很多人都說 就是很不捨啊 然後很多人跟我加油啊 覺得我已經做得很好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很多要檢討反省的地方 那無論如何沒有辦法讓國會過半 或是守住這一席 我覺得自己當然是有很大的責任 因為就差一點點 眼眶濕濕的是不是一路上這樣走過來 大家幫你加油滿感動的 早上也看到很多 阿姨就講到哭啊 然後像她哭就是總是 也是自己也會難過說 讓大家這麼不捨然後難過 然後自己也會覺得很感動很難過 謝謝大家給我很多的肯定這樣 因為就是自己不能哭啦 因為怕說自己哭之者有人哭 感覺好像很奇怪大家都在哭 昨天回家哭了幾次 昨天回家沒有哭 是說看到大家這樣子 覺得很謝謝大家這樣子 所以現在哪一首歌最能表達你的心境呢 現在喔是感恩的心嗎 那下一步我們剛剛有很多支持者期待說 你是不是四年後再戰會就說到議會 我現在也沒有就是確定 因為畢竟現在心情也都還在沉澱啦 那未來的路當然還很長 那大家當然也很期待我們能夠再出發 但是很多事情當然也是就是盡力而為啦 因為畢竟這一次內湖南港因為沒有過42% 所以是民進黨的監困選區 所以下一次的這個 立委的選舉可能也是要用徵招的方式 那到時候民進黨會徵招誰不一定 委員今天一早謝票很多支持者都幫你加油 對啊就是大家就是一直給我很多的支持 很感謝大家 你昨天有接到很多這樣的情形嗎 就是支持者的安慰或是支持者也很難過嗎 當然大家都是很難過啦 然後很多人都說就是很不捨啊 然後很多人跟我加油啊 覺得我已經做得很好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很多要檢討反省的地方 那無論如何沒有辦法讓國會過半或是守住這一席 我覺得自己當然是有很大的責任 因為就差一點點 委員眼眶濕濕的是不是一路上這樣走過來 大家幫你加油滿感動的 嗯當然就是很多人早上也看到很多 阿姨就講到哭啊 然後像他哭就是總是也是自己也會難過說 阿讓大家這麼不捨然後難過 然後自己也會覺得很感動很難過 謝謝大家給我很多的肯定這樣 我這邊是你還要安慰支持者 對因為就是自己不能哭啦 因為怕說自己哭支持者也哭 這樣感覺好像很奇怪大家都在哭 你昨天回家哭了幾次 蛤 昨天回家沒有哭 昨天回家沒有哭 是說 昨天看到大家這樣子 覺得 覺得很謝謝大家這樣子 覺得現在哪一首歌更能表達你的心境呢 呵呵 現在喔 是 是 感恩的心嗎 呵呵 呵 一 對 下一步 剛剛我們有很多支持者期待說 你是不是 四年後再戰會就說到議會 我現在也沒有就是確定 因為畢竟現在心情也都還在沉澱 那 未來的路當然還很長 那大家當然也很期待我們能夠 再出發 但是很多事情 嗯 當然也是就是盡力而為啦 因為畢竟這一次內湖南港 因為沒有過42% 所以是民進黨的艱困選區 所以下一次的這個 喔 立委的選舉 可能也是要用徵招的方式 那 到時候民進黨會徵招誰 不一定 因為這段時間我也會繼續帶港湖 生根嗎 嗯 當然我還是會一直帶港湖 我畢竟港湖給了我這麼多的支持 然後 大家也給我這麼多的機會 給我滿滿的這個 加油 那當然還有很多 嗯 網路上也很多人跟我們鼓勵 那我覺得很感謝大家有看到我們的努力 我覺得 這個對我來講都是最大的 嗯 回饋 那我也會持續的 繼續的 生根這樣子 王思謙花了16年才重辦立法院 那你覺得你可以花紀念會 那大家說港湖是不是很難再收取 其實我覺得看到這一次的這個選票的結果 其實 國民黨過去歷次在港湖 不管是議員 市長或立委的選舉 就是11萬票 多 那李彥秀這次的得票沒有過半 也沒有拿到過去國民黨的最高的得票 那我覺得我們的努力 讓內湖南港民進黨的得票 其實已經 就是跟上次不管是議員啊或是立志的選舉 其實都已經有很大的突破 那當然也代表說我們的努力是大家有看到的 那我們也會持續的繼續的努力 畢竟港湖曾經讓我們有這個過半的一個選票 那我們當然還是會朝這個目標 希望能夠讓港湖更好 那我覺得 嗯 也很多人很惋惜 那有看到我們的努力 所以我覺得 嗯 無論如何 還是要感謝大家 每一張選票的肯定跟支持 雖然現在選完了 但是之後你還是會試圖去跟 無心帶這邊再來溝通嗎 因為畢竟無心帶他是基進黨 他不是民進黨的 那無論如何 我相信我們黨部也都是釋放最大的善意 希望民主大聯盟 大家都能夠合作 一起能夠為台灣 為本土國會過敗 能夠來努力 所以這件事情不是個人的問題 而是說黨跟黨之間 對於整個政黨的策略 或是提名的方式等等 可能有不一樣的考量 那當然 如果說內湖南港這個選舉分裂 是絕對不可能贏的 所以我想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 那未來如何能夠有整合的機會 我想我們都會盡全力的去努力 那這個人是我或者是別人 有機會能夠去整合 我覺得現在談也還太早 因為畢竟還是四年後的事情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會努力的去 化解這些對立 那希望能夠整合 因為內湖南港只有整合才有機會 那不整合就會像現在這樣 我們再多的努力 其實最後讓支持者失望 我覺得都是非常的不捨 那你怎麼來看 因為昨天吳行帶他在臉書上 有PO了一張照片 就是笑容滿面 而且還比出業 那就馬上有非常多的支持 就覺得說這樣的行為好像不是很好 那怎麼來看他這樣的發舞 當然我覺得就是 昨天的這個選戰的結果 我想多數的真的 真的真心愛臺灣或是關心國會過半 或是希望能夠讓臺灣更好的人 其實看了都是會難過的 因為畢竟我們昨天選戰的結果 跟國民黨就差一席 那51比52的狀況之下 其實真的是看到這樣的結果 我想大家都會遺憾難過這樣 他這樣笑得像是勝選 大家感覺他真的目的就是為了拉下你 我不知道他真正目的是什麼 但是我想對他而言 他應該覺得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成就 不管是就選票 或者是他下次要參選議員的目的 在這一次的選戰裡面 我想他也打開了他的知名度 但是這樣子的結果 確實是輕痛愁快 也讓我們很多真正希望國會過半 然後關心臺灣的人會覺得說 有這樣的結果是非常的遺憾 但是有些事情就是 也不一定說自己努力就有辦法去 達到自己想要的結果 但是我覺得我們會盡力去做 然後盡量的讓大家能夠了解我們的想法 然後去化解這些對立 那無論如何我覺得都是民眾的選擇 也是這個老天爺最好的安排 那我們就是盡力而為 你知道深蹲港湖會不會再戰2026的議員 其實目前沒有想這麼多 因為畢竟現在才剛選完 那還有很多可能自己不足的地方要檢討 然後也有很多要沉澱的地方 那也是還要再整理一下心情跟房間 看有沒有機會 讓房間可以乾淨一點 但是就是看 太久沒有好好整理房間 法院你自己怎麼看 因為剛剛提到國會沒有過半這個部分 因為賴清德雖然顯勝了 但立法院這邊失去的最大黨 也失去了過半的形勢 會不會擔心他未來施政 綁手綁腳或是成為博亞總統 當然就是未來在立法院的很多政策的推動上 其實會面臨很多的困難 就像過去我們一再提到阿扁的時候 因為潮小野大 潛艦預算被擱置了69次 那這次這樣潮小野大的狀況 包括立法院長 包括未來政策的推動 都必須要跟這個 可能其他黨 也就是民眾黨 現在是巴西的立委 有沒有合作的機會 我想這都是很大的挑戰 那昨天賴副總統也說 會當全民總統 然後努力的去結合其他政黨 然後希望能夠共組 讓台灣更好的 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覺得 未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但在國會的部分 可能是一個很艱巨的挑戰 那如何去溝通協調 我想也是考驗著 未來民進黨在執政的很多 大家如何去溝通的問題 那你怎麼看這一次民進黨 其實在區域立委一是一口氣 掉了約十行 那你會覺得說 其實是這一次大環境 是對那個 像你們這樣子高人級的政治 民進其實也不好來選嗎 其實當然你可以看到說 很多的年輕選票跟中間選民 可能在這一次 並沒有把選票在立委上 投給民進黨 所以導致我們沒有辦法 有原本既有的基礎之上 然後去擴大選票 那當然我覺得 本來執政就是會有一些 讓民眾可能覺得不滿或失望的地方 但是如何能夠把這些 不滿跟失望能夠化為 我們這一次能夠繼續執政 然後讓年輕人重有 重拾信心 然後對民進黨能夠再願意來支持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年輕人總是會對於 不管是居住正義的議題 或是很多貧富不均的問題等等 這些希望政府能夠做得更多 那雖然過去我們在 平均地權條例 在屯房稅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顯然可能大家覺得還不夠 所以我們還是要持續的努力去 爭取更多民眾的認同 怎麼看這個民眾黨這一次 政黨不好拿下 大家說他們輸的 算是輸的漂亮 那你未來跟民眾黨不合理的 會不會有這樣做嗎 因為也有一些民眾支持的傳承 說你共同未來就靠我們 其實我一直從小到大 從大學的時候 研究所當時被民進黨徵交 成為這個任務型國代 然後一路民進黨給我很多的機會栽培我 所以我會一直在民進黨 最主要的原因是 民進黨是一個願意給年輕人機會 也是一個願意反省檢討的政黨 那一個政黨其實 總是會有很多好壞的地方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好的人 越來越多政黨才會越來越好 那每個政黨也都有好有壞 但是我們的理念其實是絕對堅定的 不管是我們的台灣本土的路線 或者是情政清廉愛鄉土 這些都是民進黨的根深蒂固的 從政者應該要有的一個基本的信念 那我想我也都是始終堅持 所以在這樣的信念下 我也希望民進黨能夠有越來越多 這樣子的好的政治人物 新的心血年輕人的加入 讓民進黨更好 那在這樣的基礎上 我們能夠持續的壯大台灣 那至於民眾黨 民眾黨因為在柯文哲擔任市長之後 這次參選總統 確實有帶動一股年輕人 渴望求新求變 渴望改變的一群追隨者 但是一個政黨 還是要經過長期的考驗跟檢驗 才能夠了解它的路線 它的核心價值 那我想民進黨的路線跟核心價值 大家都非常的理解 也能夠認同 那至於民眾黨未來是如何的走向 我想大家在這個 還沒有經過一個長時間的檢驗 也沒有執政過 確實是很難去理解 那尤其是柯文哲從台北市長 到後來參選總統 這過程中其實也有很多 讓大家覺得跟過去 他所標榜的公開透明 政治誠信相違背的地方 那這些其實也是考驗著民眾黨 未來的支持者 是不是能夠繼續凝聚 那雖然民眾這次得了八席 我想這八席也代表說 因為柯文哲參選總統 確實是會有一些連帶的效應 也代表說是有一些人是對民進黨 對國民黨可能都不滿的人 那轉而把票投給了民眾黨 但是民進黨還是有機會 能夠努力去爭取這些選民的支持的 委員您跟賴復的私交很好 您沒有為他守住這個過半的關鍵一席 你有沒有話要跟賴清德說 那我覺得賴復當然每一席都非常的關鍵重要 所以對於這一次我們沒有辦法守住港湖這一席 我想我們是最大的戰犯也是最該檢討的人 那無論如何雖然我們已經很努力 但是最後的結果其實就在於說 我們沒有辦法去團結內湖南港所有的泛率的選票 那導致選票的流失 那雖然我跟五星代的選票加起來是贏過李彥秀 但是這樣子的結果其實還是沒有辦法能夠勝選 所以我覺得當然自己要負最大的責任 那你怎麼看就是民進黨這次很多現任立委都連人失敗 其實這個就是因為說 畢竟我們執政的過程中總是有一些 可能大家還是覺得不能盡如人意的地方 所以畢竟在選票上會有一些流失 其實這些也大家都可以理解 那無論如何就是盡全力的能夠把這些流失的選票 能夠再重新的去爭取他們的認同 那就是代表說給我們反省檢討的機會 不只是我啦還有很多的民眾 其實大家也都希望說民進黨能夠更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結果我相信就是讓民進黨能夠也更符合大家的期待 朝這個目標去努力 委員有想過說一下子會掉進多洗 其實當然因為畢竟執政八年了 總是大家會有一些不滿的地方 所以在立委的選舉上有時候是跟總統選舉是連帶的效應 那當然其實總是會有一些選票的流失啦 那這樣的結果說實話很讓人難過 但是也代表說選民就是民主政治的常態 那就是希望能夠有新氣象 或者是說有一個讓大家能夠反省檢討的機會 那我覺得這個選舉的結果就是給民進黨一個反省檢討 能夠雖然我們拿到了總統的勝選 但是在國會的部分還是有很多要努力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選民的智慧 那對我們來講我們就是努力的去 能夠得到更多選民的支持認同朝這個方向去做 呢 份而是在國會呢 谢谢观看